大家好,最近買了這個凡想2TB版 它用了長光芯片,寫入可以1280個TBW 也比較耐用一點 另外,價錢也比較便宜,500多元,可以買到2TB 如果在去年,一定是1TB也未必買到 外觀是鋁合金,比較輕一點 看到兩邊還有一些膠膜,可以試開它 黑色的封邊會好一點 唯一是TB的插口 旁邊的位置是一個比較低調的藍色燈 插了電腦就會亮 其中一面是凹凸面,還有招牌 另一面是平面 設計可以讓你拿上手,不要太滑 還有製造一些質感 隨機開箱,有一個袋子 SSD 還有兩條電腦,一條Tab C to Tab C 另外一條普通的Tab A to Tab C 還有一條說明書 拿上手,第一個感覺是很輕的 真的很輕的,只有45克左右 跟長江芯片的姿態是有分別的 因為那隻是100克,很重的 手扔49克,這隻就正常很多 好,插入電腦上去,就會有1.8TB 放進電腦測試 這隻這麼快,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原來是選錯了這個尺碟 用回到這隻外置SSD 建議你用回到原廠的接線 就會快一點 如果你是用普通的Tab C 就未必速度會有影響 今年的SSD 都沒有想過可以降價降得這麼厲害 除了電腦的需求低迷之外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 國內的長江芯片 它也擴大了規模 以及多了很多晶片供應 變相價格 今年真的腰斬,腰斬得很厲害 可能是去年的三、四成左右 其實有競爭才有進步是好事 我買這個SSD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是用長江芯片 因為長江芯片的讀寫比較好 其實它的耐用度也接近三星 當然三星就貴很多 一般如果操用的 選擇價比高一點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多了很多其他廠出長江芯片的產品 也多了選擇 這些SSD外資 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第一,防震 第二,速度快 另外輕巧 現在的價錢也是 傳統的兩倍 吸引力真的很大 未來都是一個優勢 或者趨勢 看到它的速度 其實不算很亮 但也有內置SSD接近的水平 如果在電腦SSD抄到移動SSD 其實它的速度 其實它的速度 還未達到它所說的1TB 或者2TB 其實只有315TB 算是很快 如果你說十多秒已經輸送完 5、6GB的檔案 如果SSD 扔到SD 還快 每秒幾乎是1GB 老實說 速度很有驚喜 另外如果 就算你買眼鏡 眼SSD盒 加個SSD 其實都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我看 價錢都OK的 試一試 暫時都OK的 今天分享到這裡 拜拜